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铺 网铺 网路上曝光 其实就是一些旧文章 重新整理 放上网路 让它重新曝光 这就叫做网铺 听起来还不错 是吗 某一位外国的女明星 都已经过世十年了 现在还有人在怨她R.I.P 就是因为刚刚才网铺 这误会大了 再者 如 惊呆 惊讶的都呆掉了 某一位女艺人刚接新戏 这经纪公司为了炒作 故意网铺她与已婚导演私下相处甚密 她的老婆 惊呆 这些消息很多都假的 又或者 暴动 我相名暴动 某一位身材较好的不知名女人 网铺了一张衣着清凉的照片 大家静待之余 开始暴动 其实根本不知道是谁 网路上啊 大家都躲在昵称后面 真要你站出来 真名实姓 不戴面具 不戴口罩 畅所欲言 你看 谁敢的 其实都是俗啦 例如 某位女明星 拍摄古装连续剧 网铺拍摄地点是 黄炉岸白平渡口 风景很优美 但据传 她与导演夜游不归 网惊呆 惊什么呢 虽无闻惊娇 脖子上种草莓 却有忘机有 什么意思 把手机忘在导演车上 太粗心了 映迷得知暴动 网路上骂翻了 他们骂什么 骂记者 不是字 烟颇掉手 你 那不就是在骂你吗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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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芦岸白平渡口 绿羊蹄红老贪头 虽无文景教却有望机有 点秋江白鹿杀欧 傲杀人间万户猴 不是字烟波吊嗖 白璞的散曲创作中 这种淡泊名利 隐移爵士的避世思想最为凸显 在《纷乱社会》中 作者心机真实袒露 借歌勇瑜伽生活之悠闲惬意 以强调归隐之好 遨游天地之间 有望机之友共乐 比起官场之险恶 真有天壤之别 也借此反映 他厌恶政治的心态 白璞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 剧作家 自幼聪颖 遭逢战乱 与母亲失散 白璞既养在大诗人 袁浩问家 袁白两家情仪 世代以来投河无间 两家子弟 一场以诗文相往来 袁浩问代白璞 视如己出 在袁浩问的熏陶之下 深厚了不同于流俗的 古典文学根基 进而体现在作品中 成为后进翘楚 元朝建国后 白璞郁郁郁不乐 觉得人生短促 不愿为求功名利禄 而劳逸自己 于是放浪行海 寄情于山水文章 以诗久自语 一生过着悠游闲居的生活 交朋友 也和当时的歌迹 艺人有密切的往来 是典型名士派的生活 白璞 受袁浩问的古典文学 影响颇深 《鹿鬼步》记载 它的剧作有十五种 但是呢 现今我们只看到梧桐宇 墙头马上 东墙记三种 作品戏剧冲突 强烈集中 人物的心理情感 转折 层次分明 有很强的文学性 《唐明皇 秋叶梧桐宇》 最为快智人口 是享誉古今的杰作